今天又大提了一百多點 那你也差不多要用到 您現在收看的是總幹事TV BBQ了 非話不多說 歡迎來到幹理財 幹理財本身主要的主軸呢 其實是跟理財相關 今天啊 看那個東西 首先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 大盤的狀況 好不好 相當慘烈 相當的可怕 你各位有在關心這個 投資理財的部分 有在買賣股票的一些朋友 今天又大提了一百多點 那今天呢 由於我剛剛覺得這個股票有點 奇慘 所以我剛剛就跟我們製作人聊個天 我說 這股票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差不多要跑路了 重點 來我們講 關鍵就是 目前金融市場最近又出現了 蠻巨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說聯準會呢 這一次又決議升息三碼 美國的聯準會 美國的聯準會 AED是不是 FED FED AED是那個巨戰器 對 你也差不多要用到了 哈哈哈 好 來 關鍵就是這樣 升息三碼 那你們有記得上次我跟你們講過 那個每一碼是多少錢嗎 每一碼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0.25% 所以升息 一般來講 我們講如果升息四碼的話就是1% 這次升息三碼就是0.75% 也就是說 那今天啊 美國聯準會為了抑制通膨 所以有這個升息的這個動作跟計畫 那 我有大概找一下資料 就今年度202年真的是蠻可怕的 好 202年呢總共一共啊升息了12碼 也就是漲了3% 什麼意思呢 好我們如果假設很粗淺的去看這些事情就是 假設你要借100萬 就是要多3%的支出啦 好不好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應該說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會提高 這個升息影響這麼大其實最主要是 就抑制通貨膨脹 然後呢 透過調升利率達到穩定市場的功能 資金可以回流美國啦 那台幣就是一直很弱勢 至於 央行為什麼要跟著一起美國升息呢 其實是全世界聯動的 所以萬惡更元就是 美國 說真的 這個升息的動作其實 我覺得他們還是把資金希望回流到美國 因為在美國經濟不好的時候 如果沒有資金在國內這樣亂的話 其實對他們的影響會蠻大的 會影響股市 會影響房市 會影響經濟 所以呢 其實從今年年初 在美金比較低迷的時候 來到27塊多的時候 我是有買了一點 唉唷 好吧 前瞻性的部分我覺得 也不是啦 就是剛好我覺得 美金也不可能再更低了啦 就是 也剛好因為其實我每年都有去美國的一個計畫 跟常常在那邊有旅遊啊 所以我就買了一點 那 現在 今天 到今天美金已經來到了 大概是 31.95 今天0923 923星期五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一來一往 看27塊多 我們算28塊 到現在32塊多 其實也漲了10幾%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其實 台幣就是跌了10幾% 因為我們美元 就跟台幣是算一個對比嘛 我的預判啦 研判最少 應該 會再 跌一點點 台幣 美金會長一點 應該會來到33塊多 因為我有朋友跟我講說 可能會來到3435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這麼看壞 那基本上呢 只要台幣弱勢 美金強勢 其實跟股票的影響 關乎很大 因為 國外的錢 就不會來台灣買台灣的股票了 不會來炒台灣的台股 所以相對大盤的量 也說得很小 目前打盤今天來講 不到2000億啦 什麼意思呢 成交量不到2000億 那這個很可怕喔 我們在目前今年度高檔的時候 將近一萬八千點 或者是去年的時候 一天的成交量 可能來到四五千億都有 也就是說 現在買賣股票的人 錢變少了 所以交易量變少了 也只有以前的一半以下而已 所以相對的 相對的 它熱絡度就沒這麼高 這關鍵是什麼 這關鍵就是 幾個類股啊 航運呢 基本上我這航海王呢 基本上變成潛水王啦 好 逆水王 都掉到海裡面去了 航運生計電子 大概是台灣比較主流的幾個 幾個目前比較航的 討論度比較高的 航運的部分呢 比較關鍵是 這個長榮做個減資計畫 然後 退錢給股民 然後現在長榮的股價 其實重新上市之後 又過了五天 這五天它還是跌了 跌多少 也跌了十幾% 也就是說其實錢一直在變薄 這個讓我回想到前一段時間 大概在討論就是說 之前有個電子股啊 差距 國差 也是這種方式做減資 然後 那個 流滑涕絲的跌價 那很可怕 所以其實有一些人 他為什麼選擇 我覺得會斷尾求生的人很厲害 我忠心佩服 我本身選擇是直接這樣子有沒有 開牌 我乾脆不看了 我就不看了 我不看就不會痛 其實 偶爾看現在是更痛的有沒有 好 房市呢之前也講過就是 如果生息了 假設他這次又生了一點息 好 我們就以三月的時候 我們有拍過一支影片 分享給你們一樣 當時的利率來到1.4%左右 房貸的利率可以到這麼的低 但現在 就在今天9月份 9月份 房貸的最低利率已經來到它1.7 1.8 大概在這個range之間 也就是說 你這樣子每100萬元 你就差0.3%了 好 所以你的每年的支出 就會變高了 好 那我們再限縮一點 我們講每月的支出 很多手購族的支出啊 因為這是生息的調整啊 每個月提升 月支出大概提升五千到七千塊不等 因為呢 你生息了 只要生息的條件一出來 所有的銀行就生息了 所以貸款的利息就變高了 好 所以生息影響也很 層面也很廣 包括有些投資人士 他是用借款的 分期的方式 借貸分式來做 來做分散風險 那 他的成本就提高了 那就相對的會怎麼樣 降低他們 投資的意願 我本來都有在借貸投資 那我現在就不要了 我就沒有支出了 所以這個 動作一出來啊 影響了層面這麼的廣 那 會影響到民生的問題 市場的變化 還有 老闆的角度 什麼意思 就是 除了生息之外 台灣的政府現在 常常在做調整一些 政策性的動作 包括 他調整最低工資 那 既然他國內的經濟不好 那就調工資 工資一條了 那更嚴重了 通貨膨脹 會更大 大家就會把 每個月 比方說我們剛剛買 我們剛剛 叫飲料吧 我第一句就說 喔 好可怕喔 現在一杯飲料都來到七八十塊 漲價這件事情 就試在必行的情況之下 就算你調整最低薪資 其實我覺得幫助也沒有到很大 其實反而是應該怎麼樣 穩定物價 我覺得才是一個比較關鍵的 因為 東西漲上去之後 就算你現在經濟變好了 他也不會跌下來 你有看過跌價了嗎 有 之前吵得沸沸揚揚啊 阿拉棠賢州 你們有看到這新聞嗎 他說我還要再漲 為什麼還要再漲 啊 因為魚一直漲價啊 師母魚度漲價 當然要漲啊 所以我的認知是說 漲價這個機制 當然店家可以控制 可是假設他成本 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那你就真的是 影響的層面是更廣的啦 重點是 我覺得 關鍵在於 我們怎麼樣讓大家 可以賺比較多的錢 而不是在那邊控制最低薪資 然後一些奇怪的補助 那這個補助呢 也不是不好 我們真的應該要補助給一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這個東西 我的認同感沒有到非常的高啦 這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舉債在我們身上 那我們也是 繳很多的營業 所以來營鎖 所以各方面 好 那這個旅遊全面開放啊 其實 台幣啊 我覺得應該會稍微再好一點點 因為會有人進來台灣玩嘛 今天流行 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就有宣布說 我們即將要在10月13號可以開放入境 免簽證入境的國家就是可以進來 不用再隔離了 不用再做居價隔離的部分 變成是零加期了 所以希望啊 希望這政策開始之後 我們的台幣可以再升值一點 然後投資角度的部分呢 這幾個東西 大家再稍微調整一下 看你們是想要斷尾求生呢 還是像我一樣蓋牌呢 或者是找更好的標的 記得分享給你們 關鍵點就是 所有的股票要漲價 或者是要 疊價可能是比較當下的 我們火燒廠房 我剛才那明天已經暴跌了 但是如果它漲價 可能都是比較守未來性質的 比方說NFT啊 當初NFT的一些話題啊 或是VR的話題啊 或是什麼手機即將要出了 什麼東西要問世了 或者是特斯拉什麼太空 什麼鬼東西的計畫 只要有聲音出來就漲了 等到開始在做的時候 已經不會漲了啦 這個現象是比較常見的 不要走過我們的願望路 那我今天比較關鍵點 是要告訴各位 就是這個股市現在狀況很差很低迷 大家要小心謹慎投資啊 第二點就是 我們在三月份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那個 日幣匯兌的部分 所以今天講這個匯兌也是 呼應上一集的節目啊 匯兌的部分呢 那時候我就講 那時候來到的低點是 匯再更低啊 我們那時候是3月28號 剛好距今今天9月 距今的6個月半年 半年的時間 那我講到這半年的時間 它會再低於當時的匯率10%以上 對 確實 在這半年的時間 它低於曾經最低來到差不多15%左右 那現在呢 大概就是差不多那時候的7% 67% 所以我當時有說 然後大家在做換匯匯兌這個動作 是可以分批次的 對 就是25% 你把比大家要換10萬塊 那你就有2萬5 2萬5加換 可能換4次 那你就可以比較攤平 比較平均值一點 假設啊 你從像我講的這個 一段落下去做計算 做兌換的話 換10萬元的台幣啊 到現在 你最起碼可以多2萬日幣以上 那2萬日幣我們折的台幣 算起來齁 大概齁 大概是4000到4500 大概4500塊 也就是說 你可以買兩張的迪士尼門票 加一桶 可樂的爆米花 迪士尼爆米花 對 好欸 樂的爆米花是所有少女星都要的 所以 是不是要聽 因為當時我們有一個同事啊 他就很 開心的說 欸我去換了日幣很低 這樣我來到20幾年的低點 我就說 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那 我覺得當時我在 那個階段性我也 換了一些美金 我反而選擇是做美金 那美金確實後來漲價了 嗯 欸我覺得 嗯 選擇性還不錯 好不好 就呼應一下這個3月份 這個幹理財的部分啊 那基本上呢 有一些人會有資金鏈的缺口 像現在有一些 我就有一些客人 遇到要回補的狀況 比方不管他做多做空啊 好不好 可能買一些商品 他要回補的 或者是他要趁現在 趁現在喔 價錢低名 或股市比較低的時候 他想要做大額進場的時候 他也許現金不是很足夠 那他想要做一些分期啊 或是貸款啊 拉取資金的動作的時候 那你們千萬要記得提前準備好你們的資格 把你的評分拉高 什麼意思 目前啊 其實全台灣的金融機構在評審 評估你們要怎麼做借貸這件事情 分數好不好 可以多少金額 關乎兩個重點 第一個 聯合徵信中心 他的聯證報告書 裡面有一些評分啊 跟一些你的信用往來狀況 你有多少卡片 你有多少借貸 然後你的還款狀況怎麼樣 跟你是不是有效能夠降低你每個月的負債比例 第二個就是你的收入 這兩個點啊 這兩個點 怎麼樣把它弄得更好 那未來我會在下一集的影片 我們來去分享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說 如何啊 把你的信用評分 把你的信用變得更好 因為 我覺得 我小時候到現在 遇到很多客人 我們都不希望被 銀行看不清 我們都希望是一個 大家想要的客人 好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分享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說 怎麼樣可以讓你成為 銀行喜歡的客人 好不好 我們下一集分享給你們 什麼是 聯證信用報告把它弄好 還有把你的 收入狀況變得更好 好 那 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天這次 分享乾理財的一些內容 如果你有任何啊 理財相關想要知道的資訊 不管是我評估這個匯率 好不好 我也是神來一筆啊 好 匯率的部分啊 或者是未來的走向 或者是 你有什麼理財商品相關 想要跟我討論 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那你就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 我們再把它拍一集節目 讓你們知道說 我們這邊的觀點是什麼 以上 是我今天個人的 一些小小的觀點 跟觀察 還有我的 心情寫照 心情寫照 那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沒有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建議 我輸到這樣 建議個屁喔 OK 我都蓋牌了 還有什麼建議的 純聊天啊 好嗎 純聊天 但是確實啊 我的建議 應該就是切身之痛 所以你們就可以刪避啦 OK 就跟你講 走這條路會腳扭到 你就不要走這條路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分享 按讚跟訂閱 我們把更多豐富的知識跟常識 分享給你們